桃園這一局國民黨看起來極為熱鬧啦 可是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亂局 我認為其實黨主席朱立倫是罪魁禍首啦 因為他原本按照他心目中的劇本 是希望能夠用一個徵招的方式來解決 目前國民黨內部的民調最強的魯明哲 參選這樣子的計畫啦 那為什麼要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就是因為要解決魯明哲只擔任 就是一半跑掉這樣子的疑慮 好 那可是在這件事情還沒有被完成的時候 殺出了一個羅志強 那黨中央不喜歡羅志強 所以就要跟他魚死網破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狀況就是 誰叫你朱立倫當初的料狠話 使得現在羅志強的每一個動作 都在用行動展現魚死網破 直接退賴群組 然後反正我很弱啊 也沒必要胃流啊 就狠話講盡 好 那你現在羅志強的問題沒有辦法被解決 他仍然是堅定的要參選桃園 然後又自私一分 又多弄出來一個 我又不是笨蛋 怎麼會提一個民調那麼差的 呂玉玲的時候 哎呀 糟糕了 呂玉玲可是桃園的三連任立委 他在桃園是有選票的喔 他至少在他那個選區三連任喔 他有資源 他有錢喔 議長是支持他的喔 所以請問你朱立倫當主席 你為什麼要惹毛這個 惹毛了羅志強 惹毛了在地有資源有人脈的呂玉玲 就搞成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他只會增加你接下來協調的困難度 如何收起這一局 你現在不用一個初選的方式 你恐怕已經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了啦 因為你每一個人都在放話 羅志強現在沒有要跟你 沒有要給你面子了啦 他有什麼消息 他一定都放出來 那現在又說一個呂玉玲現在要 哇 這個要參選 然後看起來黨中央內部的民調裡面 最差的這兩位在互相加油打氣鼓勵 所以這兩個人有彼此的 有彼此的鼓勵加油 他們兩個人都不會退啊 所以朱立倫完蛋了 我們要請教一下宇章君 所以你剛剛看到朱立倫朱主席 這一局是不是有點進退失去 他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這我很少看到人把笨蛋往自己身上貼啦 朱立倫應該是罕見的自己 把自己當的笨蛋 發掌那麼壞幹嘛呢 對 因為桃園 我在桃園我輔選過 我桃園三年的輔選經驗 我非常充足 很清楚 桃園是什麼樣的地方 我相信保新委員更清楚 桃園除了政黨之外 還有一個族群跟中青 這個地方如果你不抓住 你根本進不去 今天呂玉玲跳出來 大家可以發現有幾個中青跳出來 客家族群跳出來了 然後所有國民黨黨黨團的立委出來了 國民黨在地的立委幾乎都到了 張玉玲是醫院的負責人 還包含了呂淑貞 是婦女會的理事長 還有桃園十三區位的婦女會的 全部站出來 桃園是女力會挺起一片天的來 這些人全部都挺呂玉玲 你想想看 羅志強送的這個花 在那個地方 會不會有人跟他拍照 可能只有記者去拍 說羅志強還很有風度 送個花給呂玉玲 其他地方的人 誰會把羅志強這個花 當成真心祝福 那不是黃鼠狼給祭拜年 不安好心眼嗎 大家心裡這樣想 但是李玉玲為什麼要選 他不能不選 他如果不選 就變成示弱 就變成退卻 那下次立委 他連立委都不要想選 對 那另外兩個 慈英寶泰的那個 外美玲跟魯明哲 其實這兩個人 算是桃園來講 有實力的 可是他們能面臨到 我才當兩年的立委 我怎麼就跳船了呢 我沒有辦法跳船 所以你要我選 可以除非中央徵召 那可是朱立文又不敢講 你朱立文就大膽一點嗎 就是好 為了如此我們就來做一次民調 把羅志強納入 因為其實朱立文已經失去了 第一個整合的機會 在一年前 羅志強想要選高雄 想要選台北 想要選基隆的時候 你就把他找了 你到底想選哪裡 你講一下 你要選哪裡 你要選哪裡 我把你列入 你不准亂跑了 不要看哪個地方的肉比較肥 哪個地方的這個東西 有水多已經往哪裡跑 他現在顯然就是高雄選不起 因為高雄王继平不挺他 跑到桃園來選得起 桃園比較遮寒 所以攪亂了一池春水 所以朱立文如果你再錯失這次的機會 國民黨我可以告訴你 桃園你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 保安委員是不是朱立文這一次只能用這個民調 最後徵招 你去選一個我沒有很想選的人 然後叫他選出來 這一局比較海料料 對 現在講最強的是魯明哲 現在看起來我們看到所有的民調 國民黨裡面最強是魯明哲 魯明哲為什麼不選 他是不要選還是不敢選 這不敢選就有原因了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想說就是國民黨的秘書長 黃建廷應該趕快去了解 朱立文趕快去了解 為什麼他不選 對不對 他是不要選還是不敢選 那就要了解原因 如果是不敢選就要了解 為什麼他不敢選 我想才能夠找到對的人來參選 所以 余將軍裡面會不會朱立文 現在已經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 怎麼辦呢 現在最後一招你也只能用徵招的 現在就算徵招魯明哲出來 魯明哲也已經受傷了 因為確戰 你就是確戰嘛 支持者 如果國民黨在桃園 黨員數加上關係數能夠多到可以保一個市長當選 我告訴你桃園不會丟 桃園就是沒有那麼多的鐵票 人家說桃園是鐵票 我直接算給你聽 桃園非藍不投的鐵票40萬 我直接告訴你40萬鐵票 40萬能當選市長嗎 做夢了 你不超過50萬當選不了市長了 你就圈了關鍵的10萬 但這關鍵的10萬怎麼要得到 第一個展現了決心 第二個人要合嘛 羅志強就人不合啦 羅志強下來之後 你看把所有的婦女會 所有的客家族群都全部都得罪了 現在只剩下誰 只剩下那些所謂的那些黨員藍 不敢講話你知道嗎 什麼叫黨員藍 就是黨裡面說 現在風口不要講話 現在你只要 你只要一講話 就是破壞國民黨的團結 那叫黨員藍 現在黨員藍不敢講話 其他的周邊人員 全部都跳出來停李玉林了 你羅志強怎麼選 好 那就算李玉林出現 李玉林有強到 會拿到50幾萬票嗎 我不認為啦 因為我幫他輔選 我知道他的特性 他的個性 他是一個很不錯的女性 而且很有韌性 但是說要拼到桃園市的市長 我就還差一段路 但是現在真正能夠有本事 選上桃園的魯明哲 已經被朱立倫傷到了 因為第一時間 你朱立倫就要把他找來 一年前就要找來 魯太太 你想不要選 你想選 我來徵召你 你就沒有那個當一半的問題了 可是你又不敢 為什麼 你開太多支票了 因為一年前邱立倫還想選 還有很多想選 所以這個朱立倫到處開支票 你先聽我選黨主席 選完以後如何如何 所以變成說太多的支票 現在跳票 跳票變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把笨蛋往頭上貼了